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P籃球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故事是 Kamelo Anthony Kamelo Anthony 出生於紐約的巴爾蒂摩 這是一個美國東部非常混亂的區域 兩歲的時候 父親就因離來過世 有一次他在街上 突然遇到一些搶劫犯 這時旁邊的黑幫出手救了他 之後他就與黑幫有著良好的關係 緊接著在他高四那一年 就帶領球隊 拿下42連勝的壯舉 在那年他也受邀參加了麥當勞全明星賽 和美國籃球青年發展節 在那邊 他遇見了之後一輩子的好友 也是未來的隊友 阿克倫的天之交子 他就是Lebron James 之後在高中聯賽兩人正面對決中 Lebron James 砍下36分 Kamelo Anthony 也拿下來34分 則最終也由 從Melo的高中帶走了勝利 大學時他進入了雪城大學 則他在NCAA裡面也是展現了應有的統治力 在他的大一賽季 場軍就可以轟下 22.1分 10籃板 最後他也幫助雪城大學 奪得對死第一做總冠軍 經過大學一年的洗禮 他也做好進入NBA的準備 隨後他在2003年的NBA選秀會中以第一輪第三順位被盡快退選中 一進入聯盟他幾乎沒有遇到任何壯強棋 又刺戲劇最佳新秀 新秀得分王 就是對他最好的寫照 最後 Melo在第1個賽季以場 均21分的數據結束了第1年 時間來到他的第1個秀賽季 2004年 CAMELO ANDERNY在丹佛國際機場 被警察發現私藏大麻 則同時他又出現在一張停止告密的DVD當中 警告巴爾蒂摩那些勾結警察的市民 即將面臨暴力的危險 雖然這件事情很快就慢慢淡出大眾的視野 但接下來他這件事情讓他的幫派背景徹底的浮蘇水面 2006年12月16日 丹佛經快來到麥迪遜花園廣場 客廠挑戰紐約尼克斯 在最後的垃圾時間裡 精快總教練George Carroll 並沒有撤下主力陣容 他在比賽後采訪稱 他是為了在客廠拿下一場大勝 在比賽最後的75秒之際 尼克斯後衛Metri Cleans 在回防時對仕途想扣籃的JR Smith 來了一個鎖猴 之後也就引發了大規模的群體衝突 接下來我們家的社會瓜 衝上去就是給克林斯一拳 隨後尼克斯球員本想乘勝追擊 但經過澳本三宮事件後的裁判明顯訓練有數 最後將場上的10名球員全部驅離出場 最後聯盟也對其中的7名球員開出了總計47場的競賽罰單 其中Kamelo Anthony就被競賽了15場 直接損失了高達64萬美元 從此他的黑幫貝姐也完全浮出了水面 隨後來到2016年 精快隊得到了世界得分王Alan Eiferson 組成了黃金雙槍 黃金雙槍的火力有多誇張 在其中一場面對年輕時Kevin Dwayne所帶領的超音速隊時 他們把只進攻不防守的戰術貫徹到極致 比如Kamelo Anthony剛完成一個爆扣 Alan Eiferson又來補刀 最後精快在無加10的情況下轟下168分 雖然他們的進攻相當犀利 但是他們的防守真的爛到渣 雖然他們在常規賽可以拿下50勝的戰績 但到了季後賽 最後還是被灰熊暴冷淘汰 最後Alan Eiferson被教育到了底特律活塞隊 壞了FINALS MVP Billups 有了Bill Plus的控場指導 徹底解放了Kamelo Anthony 最後以西區第二的成績闖進了季後賽 最後他們在肌肉賽一股坐計停進了西區決賽 而他們面對的是全勝時期Kobe Bryant所帶領的洛杉磯輪隊 則在這輪系列賽雙方都拼盡了全力 尤其是黑曼巴和瓜哥的防守交戰 但最後還是以4比2敗給了洛杉磯輪 緊接著來到2010 Kamelo Anthony被交易到尼克斯 結束了他在精快隊8年的生涯 在尼克斯時期的他 他的進攻技藝則是上升了一個檔次 2012到2013球季以28點7分奪得聯盟得分王 他的試探部和漢蒂拔蟲都相當有殺傷力 2014年1月 Melo在對上三貓的比賽時 最後全場轟下62分 也成為了麥迪遜花園廣場的紀錄保持人 雖然個人表現相當不錯 但是最後也沒人帶領球隊走得更遠 甚至還冠上了休息室獨留的名號 Melo在2017年被交易到雷霆 因為不習慣無球的打法 幾乎每項數據都創生涯性第一 場軍從22分掉到剩16分 在雷霆待了一年之後就離開了來到火箭隊 場軍得分更是跌到了13分 而他在火箭隊打不到10場就被交易到公牛 而公牛馬上就將他釋出 在被公牛隊釋出之後 他突然發覺自己已經無球可打了 而在他無球可打的那一個賽季 他與訓練師Alex合作 一起來改變Melo的球風 主要的有兩項 一個是空手跑位 第二個是防守 為了要適應大三分時代來臨 Melo這種 光靠單打來拿分的球員已經很少見了 所以他必須訓練沒有球在手時該如何跑動 在防守端他有了更敏銳的防守意識 而判斷 在2019休賽季 Melo接到了拓荒澤的電話 拓荒澤願意給他一次機會來讓他重返賽場 休息了一年多終於回到球場上了 場均雖然只有15.4分6籃板 但是他幫助球隊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而在打了兩個賽季的拓荒者 輾轉來到胡人 雖然數據沒有非常突出 但是每到關鍵的時刻 總是能幫助球隊取得勝利 Lakeshaw back to action As we just get underway Carmelo again From the corner From Reeves this time 今天Carmelo and Anthony的人物介紹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下按鈴鐺 右下按鈴鐺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啦掰掰 掰掰 掰掰